台英外匯 这个台英外匯的资料的话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我们假设以这个 这个范例当成是 我们的练习档案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抓 直接去用 就是你自己开一个新的档案也OK 那这个档案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里面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如果我想台英外匯的这个网页 应该各位应该不陌生 比如说呢我希望能够 不需要开启那个浏览器 然后呢我随时 或者是随时可以更新的话 但这个部分要怎么做 其实你可以利用上个礼拜的 那个部分的范例 其实那个部分其实就一个范本 那你们可以怎么样呢 把那个范本拿来做修改 比如说我是建议各位 抓取资料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呢当然我们可以连接到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里面 如果你要抓取它的资料 不外乎就是说第一个啦 你要知道你要抓取的范围是哪一个范围 那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假设了 我今天有几个方案 就是第一个 也许我已经有一些资料在这里 比如说我今天呢 假设这个资料呢 我希望按一下某个按钮 自动帮我抓取 那当然也许你已经有个表格 现存的表格 然后你只是把资料填进来而已 可是填进来的过程呢 其实当然你可以想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要不就是你可以直接从网页里面捞 那要从网页里面捞的话 恐怕牵涉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你可能要至少要守一下 那个有关那个网页的原始码 按右键之后的话 这边有一个那个网页原始码 那这个如果你网页的话 我想你至少要知道几个几个重点 包含就是网页的结构 它一定会有一个htm的开头 一定会有一个head head表示它上面的东西 那个head基本上不会不是比较重要 大部分都放一些程式 那我们需要的资料 如果你找不到 其实有个方法 你可以用find find什么 比如说这个资料 你把它Ctrl-C 在这边把它寻找 Ctrl-F 把它贴上好了 h我找到 那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我停在 我需要的资料这个范围里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找到两个了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 不过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print height 通常这个它这里面有两个 后来我发现 其实主要是 如果是网页 它会显示现金跟集齐 可是如果你是手机 手机类似像这样 你会发现 手机变窄了对 你会发现它变成两个 它上面会出现两个按钮 那这两个按钮的话 你按一下集齐跟现金 它会分别出现 也就是说它有分两个版本 一个是网页版 一个是手机版 手机看到的画面 可能跟那个网页不一样 那当然我们可以利用 这个相关讯息 不过前提可能 你要先稍微分析一下 那如果你要抓取的话 这里面当然有一点难度 你可以怎么样呢 去查 查这个范围里面 有哪些关键字 那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找 找关键字再去切头切尾 不过这个部分 当然相对比较困难一些些 如果比较简单一点的方法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在下方 这个在台银的官网 上面有个下载 那个文字档 跟那个下载Excel档 不过我发现 它其实这个 虽然它叫Excel档 不过下载下载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CSV CSV实际上 就跟我们上个礼拜 用那个云端硬碟 所产生出来的那个档案 是一致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点下去 没发现 它是一个CSV档 那比如说把它下载到桌面上 并且 一样把它开起来看一下 基本上你按右键 也可以用Eddy的 这个Nordpad++ 把它开起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它就可以帮我把 这些东西给下载下来 那基本上它的结构 其实跟上礼拜那个 还蛮CRF CRF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一行一行的资料 只是说它除了说 现金跟集齐 买入跟卖出之外 它还多了其他东西 当然如果你不需要 你可以 再把它删除掉 所以如果 我们简单的 假设我要把这些资料 抓下来的话 你其实可以利用 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上礼拜的那个云端白板里面 其实你可以找一下 那个 第六 从云端硬碟下载 这层次嘛 那我上礼拜有讲过啦 如果你要从云端上面抓的话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Query Table 一个是XML的HTTP的物件 那其实我是比较建议你可以用第二种方法 因为像以这个网站来看 你用Query Table抓下来的东西 它格式会乱掉 所以用那个第二种方法 那以后的话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在这里 那第二种方法 其实你也可以分阶段抓啦 你当然抓资料 你可以不需要一次全部抓下来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 干脆就直接抬赢的这个CSF 拿来当成我的来源 那其实它这个CSV档 它会一段时间自动帮你update 所以如果你把它抓下来来剖析的话 其实得到的也会是你要的东西 所以那我要怎么知道它这个连接的网址在哪里 特别注意它有一个关键就是你按右键 这边有个复制连接网址 其实以后或者是出 当然不只是这里 其实很多官方资料 你需要得到它的网址 你可以按右键 在Chrome 流行器上面有一个复制连接网址 其实就这一个 那我知道它的连接在哪里 也知道这个是一个CSV档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切割到这个Excel里面 那你可以分三个阶段来做 就跟上礼拜一样 第一个 H你第一段 这是我们上礼拜第一段 先把它放在A1里面 其实 这个是一个范本 我想有些东西 如果你看不懂没关系 反正至少你要知道改哪些地方 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网址 这个UIL你可以把它改动 改动之后它会重新抓 比如说我们以 要抓取台银的资料来看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一段 先把它复制之后 放哪里呢 开发人员里面 也许你就是在开一个新的 这个模组 把刚刚的程式贴上 其实只要改动这边的连接 那这边连接在哪里呢 其实就在台银的官网的这个连接 按右键 复制连接网址 接下来的话 你就把它贴到哪里了 贴到这个 把这个 后面这个网址 直接把它盖过去就可以了 贴上 OK 好 那这个时候它会帮我抓 台银的那个 官网上面的CSV 抓到哪里呢 抓到A1 那A1里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A1目前 里面那我先把它做一个跨栏之中 因为那资料很多啦 所以我把它先跨栏之中 跟之前一样 跨栏之中 对齐方式改一下 H靠上 然后 再来就靠左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如果你改了一个 改了 其他都没有改了 大概就这样子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即将在A1里面看到什么 看到那个 刚刚看到的这些资料 OK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执行一下 OK 有没有 所以 以后呢 如果你假如 任何的网站上 它如果有提供CSV 是第一选择 为什么 因为你下来之后的话 再来就第二阶段 就是上礼拜一样 把它的那个 横向先再切 因为 现在是整个放在一个储存格里面 横向还没切 所以我先切什么 横向的 比如说一行 一行我就切 切一笔 然后放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 然后再利用什么 利用资料剖析 再把它切一切 其实最后结果就可以看到 所以第一个先抓下来之后的话 第二个 也许你可以再往下抓 当然你 我上礼拜有提过啦 如果你 不想要那么复杂 你也可以用那个Word 把它切割 再放过去啦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 用那个VBA来做的话 其实你可以切割成A栏 再利用资料剖析 去把它切 所以我们第二个 这个 这一段 先把它切成横向的 那一样把它贴到后面 那这个里面的资料 当然记得 这边好像 我把它贴到云端上 这边会有多一个 你把它Enter一下就好了 因为这个地方 好像换行 贴到云端 白板上面会出问题 把这个网址一样 改成上面这一个 把它改动一下 那其实理论上应该什么地方都不用改啦 你可以把它当一个范本 贴上 那其他的话基本上 一样我是去找那个VBCRF 就是最后面 然后切头切尾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所以理论上应该程式都不需要修改 那我把它贴上之后 改了一个来源的网址之后 另外呢 我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我试一下好了 理论上应该执行 OK 好有没有 下载完毕 它会直接帮我把什么呢 每一个一个 就放 就是一笔资料 就放一个储存格 但是都是放A栏哦 这个时候还没切 那如果说你要切的话 你还可以用什么呢 用我们之前的讲的 就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可以 在哪儿剖开来 那剖完之后的话 也许有一些栏你不要 你就把那些栏删掉 最后得到的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其实呢 这个地方应用的层面还蛮广泛的 反正只要是放在网路上面的东西 通通都可以把它抓取下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大概把这个部分先复习